韩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简单来说呢 就是韩国政府给企业分配一定的爱氧化碳排放量配额 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若是低于这个配额呢 那剩余的配额就可以拿到这个交易市场上去销售 如果排放量超过配额的话 那企业就需要到交易市场购买配额 但交易市场的资源不足买不到的话 那企业就需要向政府缴纳罚金了 罚金是市场价格的三倍 每吨最高不超过10万韩元 2015年到2017年呢 是韩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第一阶段 配额总量是16.87亿吨 那这个阶段呢 共耐入了年排放量高于12.5万吨的525家企业和机构 他们的排放量呢 占到韩国温室气体总排量的65% 从行业来看呢 韩国能源电力企业的配额最多 占到了是四成以上 其次呢是钢铁企业和石化企业 这其中呢就包括了三星电子啊 现代汽车啊 等470多家韩国的大企业 另外还有首尔市政府 云川机场 乐天百货商店等50多家企业单位 不过我们在调查中呢 也了解到呢 这500多家企业当中 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 政府给的配额还远远不够 按照这525家企业的生产计划来看 未来三年内的政府提供的配额缺口呢 就达到了21% 如果按照韩国政府提出的市场价格 每吨为1万韩元来计算的话呢 这些企业未来三年内所负担的 二氧化碳排放的费用呢 至少是4万亿韩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是228亿元 对此呢 韩国已经有246家企业 向环境部提出了 希望增加配额的申请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呢 韩国环境部需要在接下来的60天 给这些企业一个答复 不过韩国业内人士认为呢 韩国环境部门重新调整配额的可能性很小 总的来说呢 韩国温室气体排放前交易机制的实施呢 会促进韩国企业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 不过韩国社会也有人担心 其实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需求量的企业 比如说发电企业 造质企业 钢铁企业等等 他们过重的温室气体 减排的负担呢 只有可能转嫁到产品上 印发电费的上涨 钢铁产品价格的上升等等 那这么以来最终买单呢 还将是韩国消费者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반갑습니다 김성엽입니다 오늘도 저와 함께 CCTV 뉴스를 공부해 보시도록 하겠습니다 오늘은요 원실가스 배출권 거래시장이 개장되었다는 것에 관련된 뉴스입니다 1월 12일부로 우리나라에서도 부산에서 원실가스 배출권 거래시장이 개장이 되었는데요 과연 무엇이고 한국 경제에 어떤 영향을 미치는지 CCTV에서 보도가 되어서 그 뉴스를 발췌했습니다 보시면은요 한국温室气体排放全交易市场 1월 12일까지는 那到这个交易市场上去销售 如果排放量超过费用的话 那自己都需要到交易市场购买费用 而非 듣기는简单해 보이기도 하고 좀 복잡해 보이기도 하죠 그런데요 보시면은요 韩国的温室汽地排放权 한국의温室汽地 하면 温室가스를 이야기합니다 温室基체라고 안 합니다 温室基체라고 하는 표현도 있긴 하지만 温室가스排放权, 배출권,交易市场, 거래시장 이게就是 이렇게 말하는 거냐면 바로 뭐냐면 我们所说的 우리가 이야기하는 탄排放 그래서 탄소배출,交易市场, 거래시장인데요 简单来说 간단하게 이야기해서 就是 바로 뭐냐면 한국 정부가 기업에게 分配, 분배되어 줘요 一定的 일정量의 二氧化碳, 이산화탄소排放量 바로 배출량에 대한 배출에 대한 ペア ペア는 쿼터 할당량을 이야기합니다 일정 분량을 할당을 해주면요 지에 따라 기업의 시집排放量 실제 배출량이 로스 만약에 띠위 낮다면 이하라면 제가ペア 이 할당량에 미치지 못한다면 나 그렇다면 성위더 남은ペア 이 할당량을 나다오 제가 짜오시장 이 거래시장으로 가지고 가서 쥐 샤오시오 판매를 해요 로그 파이 판매 이 배출량이 超고 페이어 배출 이 할당량을 超고 초과 넘어선다면 나 지에 기업은 도 쉬어 필요해 뭐 할 필요가 다오 지하오시장 거래시장에 가서 꼬마 페이어 이 할당량을 구매를 해야 할 필요가 있다는 거죠 그 다음 보실까요 단 지하오시장 지진 부족 如果 floods額外市市场被虐欲� dared 支持你 帜不着急 填不着急 那就需要 必须要 向政府政府需要 等 belge投金 then热金是 也不足 接着 这些月份 4月份 00元 2015年到2017年 是韩国温室气体排放 全交易市场的第一阶段 配合总量是16.87亿度 那这个阶段 共纳入了年排放量 高于12.5万吨的525家企业和机构 他们的排放量 占到韩国温室气体 总排量的65% 所以2015年到2017年 是韩国温室气体排放 全温室气体排放 交易市场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配合总量 整体排放量是16.87亿度 16.87亿度 那这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共纳入了 纳入了 包括了一阶段 年排放量 年间排放量 高于 12.5万吨 12.5万吨 从行业来看 行业内 三星電車,三星電車,新代汽車, 현대동차等 470곳에 한국大企業, 한국 대기업들이 포함되어 있고요 另外,還有,還有,什麼가 있냐면요 서울市政府, 서울시청, 전천지청, 인천공항, 露탠 백화점 같은 50多, 바로 지시의 단위라고 씁니다 그래서 기업과 지시의 단위라면 어떤 느낌이냐면 우리나라 정부기관들 이런 거 이야기할 때도 지시의 단위라고 이야기합니다 정부 여러 기관들, 정부 산하, 반민가, 반관, 반민 이런 기업단체, 이것들도 기업이나 단체들 이런 것들도 중국에서는 지시의 단위라고 이야기를 합니다 이런 것들 정말 많이 포함되어 있죠? 그다음 보시겠습니다 보고,我們在調查中也了解到 這500多企業當中,一半以上的企業成果 政府給的配合 還遠遠不夠 按照這525家 지혜的生產計畫來看 未來三年內的政府提供的配合 最高就達到22% 라고 되어있죠? 보고, 그렇지만,我們在調查中 우리가 조사 가운데 이게了解到 어? 알게 됐어요 조사를 해보니까 이런 사실이 있더라고요 這500多企業當中 너무特別,原料 강조 原料的不過,特對ない 按照計畫來看 자,這個化,�만罷了解 어떤 계획? 這525家 自於的生產計畫來看 這525家的生產計畫來看 525個的額 기업的生產計畫來看 背後的生產計畫來看 未來三年內的 將未來三年內的 将未來三年內的 將未來三年內的 政府提供的配合 中共提供的他通貸 政府提供的貸合 不足不能就达到了21% 21%的贷值 那我应该来说 可谈不是 如果按照韩国政府提出的市场价格 每断为1万韩元来计算的话 这些企业未来三年内所复杂的二元王八蛋 排放的费用至少是14万亿韩元左右 约好人民币是228亿元 如果按照韩国政府提出的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每天一吨当二万韩元 万元来计算的话 这些企业 这些企业未来三年内 앞으로三年间所负贷的贷值 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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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是多少 14万亿韩元左右 14兆 정도 14兆 约好幻算来年 原来的幻算来年 228亿元 一天单 那答案 没关系 对此 韩国已经有246家企业向 环境部提出了 希望增加配额的申请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韩国环境部 需要在接下来的60天内 六十天 这些企业 一个答案 不过 韩国的以内人士上为 韩国环境部 充新调整 配合的可能性 很小 对此 这些企业 韩国人已经有 多少 246家企业 向 누구에게 环境部 环境部 提出了 提出了 申请 CC 就 有 有 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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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天 五十天 一istic 一百等 对啊 不过 不过 但是,韓国业内人士、企业管理者是不想办法 韓国环境部门、还有, 韓国环境团队重新调整、 製造中配合 但是, 製造中的可能性很小 可能性可能有意无疑到 我们来说, 最後一看 总的来说, 韓国温室集体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 会促进韓国企业加大技能减排的力度 不过韩国社会有人担心 其实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需求量企业 比如说发电企业 造质企业 钢铁企业等等 他们过重的温室气体排放 减排的负担持有可能转嫁到产品上 引发电费的上涨 钢铁产品价格的上升等等 那这么一来 最终买单的还将是韩国消费者 那我得那么做 那在说过来说 不过来说 所以说中选择看言 香港温室气体排放全交易 制维生的開放 所以 韩国温室气扩均供账贷的过程 就像这一来的设置 这是指涉经理的则 后来促进促进的 韩国企业,所谓的例子 再加大什么什么的利益 所以什么的把插座产了更多更多的 什么的更多又更多土地的特性的 就是 mówi 過 所以 劫松 就 說 它 它 就是 大 Abs阻 這是 但是 看 方面 但是 Das 也 quote 就是 här 所以 就是 一般原物被汲约 就是 一般被汲约 这些会议 比拟说 潇谐 发展 電力 蚕子 然后 然后 凪高要 铺雨 等等 他们 有 甚至 非常 重要 一般 但是 Rolland-Up 運气變成功加速的 上游了 可能 你不願意 可 可 非 如果您必 liver 拿著 發音 特裁 下游... 點 rage 直接 gospel 時 milk 咳 你 那这么一来 这么一来 这么一来 就这么一来 这这么一来 最终 结果 买单的 买单 什么죠 돈 내어 지불하는 거잖아 그렇죠 결국 그것을 책임지게 되는 것은 거기에 대한 대가를 치르게 되는 것은 还将是 미래시죠 뭐가 될 거다 한국消费者 한국 소비자들에게 그 고스란히 그 대가를 치르게 될 것이다 라는 이야기입니다 요즘 봐보면 뭐 탄소발자국 중국어로는 탄수지 라고 하는데요 말 그대로 그래서 카본풋프린트라고 얘기하죠 그래서 이 탄소발자국 개념이나 교토정서 이런 개념들이 나왔을 때 관련돼서 좀 많이 나오는 뉴스입니다 꼭 한번 체크해서 보시고요 내가 이걸 이용했을 경우 소나무를 몇 그루 심은 겁니다 그래서 지구의 환경을 위해서 동참하는 이런 여러분이 되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네 오늘 수업은 여기까지입니다 안녕히 계십시오 자 이제 한국温室 气体排放 全交易市场 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 碳排放 交易市场 简单来说 就是 韩国政府 给企业 分配一定的 二氧化碳 排放量配额 企业的实际 排放量 若是低于 这个配额 那剩余的配额 就可以拿到 这个交易市场上 去销售 如果排放量 超过配额的话 那企业 就需要到 交易市场 购买配额 但交易市场的 资源不足 买不到的话 那企业 就需要 向政府缴纳 罚金了 罚金是市场 价格的三倍 每吨最高 不超过 10万韩元 2015年 到2017年 是韩国 温室 气体排放 全交易市场 的第一阶段 配额总量 是16.87亿吨 那这个阶段 共耐入了 年排放量 高于12.5万吨的 525家企业和机构 他们的排放量 占到 韩国温室 气体总排量 的65% 从行业来看 韩国能源 电力企业的 配额最多 占到了 是4成以上 其次 是钢铁企业 和石化企业 这其中 就包括了 三星电子 现代汽车 等470多家 韩国的大企业 另外 还有首尔市政府 仁川机场 乐天百货商店 等50多家 企业单位 不过 我们在调查中 也了解到 这500多家企业当中 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 政府给的配额 还远远不够 按照这525家企业的 生产计划来看 未来三年内的 政府提供的 配额缺口呢 就达到了 21% 如果按照 韩国政府提出的 市场价格 每吨为 1万韩元 来计算的话呢 这些企业 未来三年内 所负担的 二氧化碳排放的 费用呢 至少是 4万亿韩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是 228亿元 对此呢 韩国已经有 246家企业 向环境部提出了 希望增加配额的申请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呢 韩国环境部 需要在 接下来的60天 给这些企业 一个答复 不过 韩国业内人士认为呢 韩国环境部门 重新调整配额的 可能性很小 总的来说呢 韩国温室气体 排放前 交易机制的实施呢 会促进韩国企业 加大 节能减排的力度 不过 韩国社会也有人担心 其实这个 温室气体排放 需求量的企业 比如说 发电企业 造纸企业 钢铁企业等等 他们过重的 温室气体 减排的负担呢 极有可能转嫁到 产品上 引发电费的上涨 钢铁产品价格的上升等等 那这么以来 最终买单的 还将是韩国消费者